哈喽,大家好,抽到这一组的朋友呢,很抱歉了,我跟你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啊,如果您生气,您就关掉不看,我不会介意的 就是您的那个,您的情绪状态不是很好,你的情绪状态会吓到别人的,或者你的情绪状态是吓到你自己的 你内在有非常那个没有调和的,不自在的迸发的那个能量,你完完全全,你没有去关注它 然后你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然后他是错误的,他会把你给带向崩溃的 请你千万不要往那条路径再走上去了,不要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 然后你的情绪,你内在的某个部分的状态真的是,你内在的某个部分的状态啊 有太多的不平衡跟不调和了,你的不平衡不调和已经累积到一个严重的点了 我已经,我未必有那个能力可以帮你啦,就提醒一下,你这部分你要注意一下 啊,如果你可以注意就注意,如果不能注意吗,就让观音菩萨保佑你吧 因为你的观音牌卡,这个,它是偏偏飞舞的,旁边有一个蝴蝶 然后这是观音,就是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蝴蝶皇后的女神 它在疗愈你,蝴蝶皇后的女神伴随雍容的观音菩萨在疗愈你 你就这样当做这样来想吧,它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 然后让那个恩典,浩瀚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让它神奇的运作,因为蝴蝶它是可以在大自然当中翩翩飞舞 去疗愈,去增强,去释放,去平衡整个大自然生态的一个状态 然后蝴蝶它也是破茧而出的 所以蝴蝶皇后的祝福就是希望你内在那个非常不平衡的 会吓到人的那些情绪 你那个辛劳,你所在你的辛劳里 你要把你自己给破茧而出 它要不断的鼓励你提高你的震动频率 把你内在的那些恐怖的,内在那些恐怖的那些 像蛇一样的会咬人的那个部分给带走 要让它带走,因为如果没有带走呢 它会让你成为沉重的负担 然后蝴蝶皇后现在敦促你 让你去放下,让你感觉到沉重的负担 让你的心境可以像空气一般的轻盈 像蝴蝶一般翩翩的飞舞,它的恩典在走向你 所以呢,请为你自己在大自然当中找一个地方 让你可以在那里面感觉到很祥和 很幽静,很优美的地方 或者就在你的家去买一朵花 在你家里买一朵花 然后把你的家布置有大自然的图片的角落 你可以在理念和美丽宁静的长阳在里面 你内在的那个爆发的不好的情绪的负向的 就可以释放在大自然当中 大自然的元素是宁静的祥和的 请你注意所有大自然的元素 它们原始自然的样貌 流动的水,成长的树,照耀大地的阳光 落下的雨水,没有别的 你只需要去观察,静静的观察大自然的流转 它就可以疗愈你 它就可以让你像蝴蝶一样的翩翩飞舞 你想象你现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人事物 都在大自然当中 都孕育在大地母亲的力量当中 毫无阻力的流动着 想象自己放掉那些想要去针对的人事物 你特别想要去针对他们 做一些错误的投机取巧的 或者他们针对你去做一些错误的投机取巧的能量 那些努力奋斗积极一应的方式都把它给丢掉 都在大自然的能量流动里面自然而然的消解 这些人事物会突然的流动变化成长 依照他们应该有的方式去成长茁壮 你不用管他们 你只需要在宇宙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茁壮 所以呢 请现在呢感激的接受的大地母亲观音 蝴蝶女王的祝福 她是一份神的恩典无条件的爱 蝴蝶皇后观音 谢谢你经由舞动给我祝福跟恩典 让这份恩典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生活 达到一个更纯洁的爱 还有更高的意识的境界 我现在选择放弃挣扎与疑惑 打开观音菩萨神圣恩典的祝福 让一切好的形式变为可能 让你在你的心里面 或者你就对你自己说 让我在我的内心里面可以听见 蝴蝶皇后带来的神圣乐曲 它充满着祥和愉悦的曼妙无知 这是对你最好的祝福 你就是要进入自然中像蝴蝶一样 曼妙飞舞心中那只咬人的蛇 或者是你觉得别人都在咬你的蛇 你就让他给抛掉 其实那些对你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灵魂的成长 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 这个是凤凰之女 你的灵魂要展翅飞翔之前 一定要去浴火 才能够成为凤凰 所以呢 当灵魂准备要展翅飞翔的时候 为了具足新一个阶段的灵魂 所需要的智慧力量与光芒 他都需要被深度的清理 深度的进化 深度的准备 才有办法去成为凤凰之女 就像凤凰通过天上的圣火 受洗得到重生一样 你也是这样 是一个浴火凤凰 可以通过这样来自天堂的进化 准备启动 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呢 你经过这个阶段的心灵成长之后呢 在不久之后 你将会享受到精神上 更深沉的宁静 神圣的力量呢 他就会提升你 进入人生更境界的旅程 观世音菩萨凤凰之女 他可以经过人间还有天界 种种的力量去帮助你 这一组一定要走入大自然 有凤凰 凤凰就是鸟儿嘛 有蝴蝶 他们都是大自然透过观音 观音透过大自然的化线 在不断的疗愈你 告诉你 静静的闭起眼睛坐下 用内在之眼去看 去感觉 去感知 有一道火焰从你的头顶上 上方降下来包围着你 把你所有内在的毒蛇的烈焰 统统烧尽 他们有强烈的光 强烈的爱 可以去保护你 让你保持信念的祥和 释放任何不再服务你的能量 还有释放黏着在你身上的那些附属品 你的内在有一些阴暗的能量 你要把它经由这个浴火 凤凰的火烧尽 用火的力量烧掉你内在的那些 毒蛇的力量 把它给烧掉 那些只是附着在你身上的阴暗面 它不属于你 你要进入更神圣光芒的下一个层次 去体现到下一个阶段 请你呼唤敬爱的凤凰之女 还有观世音菩萨 用天上圣火的光 给予你祝福跟协助 这一道火柱中心的烈焰 开始有何许的光芒 不断的照耀着你 它会把你提升起来 让一切都更祥和 更活化 更新生 会保护你 支持你 重新启动成长 一切都会很好的 亲爱的 一切都会没有问题的 请你务必相信你自己 然后呢 你要多喝水 因为这个叫做 饮用翡翠之权 你要多喝水 你就不要喝饮料了 你要多喝水 水可以帮你 代谢你内在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水可以帮你代谢你内在的 身体的那些东西 去强化你内在的干净 因为火可以烧掉你内在的污浊 水可以净化你的身体 请你回归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 尽心的去祈祷 多喝水 让水去支持你 去代谢你的身心 无条件的爱你的观世音菩萨 用圣火呢 去烧进你内在的污浊 用净水呢 去疗愈你的身体 请你多喝水 尤其那一个 好像九华山吧 如果你在台湾 九华山 大新三四那边有大杯酒水 可以免费去拿 如果你去得了的话 你就去吧 我觉得你会需要的 然后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衣轨 如果你真去了 九华山 大新三四 那里也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如果你去了 你就 顺他们的衣轨 然后跟他们请一个大杯水 一桶 一桶大杯水 可以喝很久 你就去拿 他对你会有用的 他们有一套饮用的衣轨 免费 还可以在那里吃一碗面吧 也是免费的 你要去 因为他对你会有帮助的 除了这样 大杯酒水 如果你愿意去请 就去请 如果你不是佛教 你就平日在生活中多喝水吧 多晒太阳 多喝水 然后多运动 蝴蝶就是多运动 凤凰之女就是多晒太阳 肥脆之圈就是多喝水 如果你是无神论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吧 世间一切的方式都是这样 你想要上 你想要当一朵繁星 一朵或一颗在天上飞舞的繁星 你就是要付出 付出就是 怎么付出呢 多运动 多晒太阳 多喝水 其实这叫付出嘛 他不叫付出 他叫自爱啊 你想当天上的繁星 你就要成为天上繁星的意识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大约2000年前 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把现在西方的昂速星团叫做繁星 然后有七位恒星的飞天姐妹组织成高意识的工作团队呢 去用照耀的光跟爱的眼睛来照耀这个地球 然后他们可以帮助你目前的状态去找到一个亮点跟希望 这个昂速星团有点类似北斗七星 古代的北斗七星啊 它其实是同样的 语言不同 文化不同 意识不同 能量相同 它是非常高频的 这个昂速星团 它有办法帮助你 协助你去找到你的亮点跟希望 请你冥想 祷告 歌勇 唱 诵 多多唱歌对你也是有用的 但是不要唱那些 富项的 会引发你内在毒舌的歌曲 它对你的回归神圣幸福跟真实是没有用的 我为什么摆这么多歌曲 我也是有我的用意的 因为歌曲的频率是可以提高人类总体意识的 那我之后还会后续再放 但是这一个是我有我的时间精力的考量 或者你要去找你喜欢的歌曲也是可以 总之你现在此时被指引要平衡你内在的所有的能量 外在所有的指导灵 从蝴蝶 从凤凰 从翡翠 精灵 从天上的昂速星团 北斗七星都在呵护你跟疗愈你 请你放下你内在的毒舌 他们是有办法帮助你 让你回归你的真实的 然后你现在呢 如果你以上你都不能接受 请你去运动 因为 这张牌 它就是一个像沙一样的流动 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就是一个舞动的状态 它可以在舞动当中 让很多事情越来越明白 它就是要在舞动当中 才有办法让事情显现 你用机会主义的投机的方式 不会显现的啦 不断的去向前流动 顺应生活的流转去舞动 才有办法让你想要去投机的那个部分 看得清楚一点 就算要投机 你也要内心清明 在看得出来从哪里投机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投机 所有的投机也是因为 他经过他自己 缜密的智慧的推算 他也是付出他的脑力跟智力的 没有这种投机啊 你要看清 是否要采取行动 你就需要透过更多的努力跟创意 来创造期待的结果 造进的方式 没有办法经由 造动的投机的方式 让好的成果到来的 你必须用祈祷的心境去舞动 你的真心 真相就会揭晓 在你的面前 亲爱的 你要有耐心 有信心 观音的神圣恩典之舞 会为你带来亲民的了解 请你走进你的内心 聆听观音的舞蹈 聆听观音带领你的先乐 他有办法 透过恩典的舞动 为你来揭露 未来的机会跟解决之道的 那这组的排卡呢 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了 有一些不中听的部分 请大家包含咯 因为毕竟呢 这是很强烈的转化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能吸收呢 那呢 我会觉得予有荣烟 如果呢 您觉得没有用呢 那您就直接关掉 我也不会生气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在这种正向的互动 成长当中呢 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 最棒的自己 然后内心最真正 最真诚 最真实的自己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当中呢 得到一些协助 成长与帮助 这么多张观音牌卡 他们是彻头彻尾都在守护你 如果你无神论 你就多运动 多喝水 多晒太阳 多清净大自然 多看天上那繁星点点 他们都在看着你啊 你做的每一件事 天之地之繁星点点都知 Namaste